12月2日,网上有消息称,王宝强对马荣失保,状况严重。 马荣目前已被送往某医院急诊,有媒体第一时间,赶往医院见到马荣。 据他所述,王宝强和四五个同伴,与今早一起对马荣拳打脚踢,重点踢打了起头部,合脖,颈椎,摆扯起手部,撕扯嘴巴,甚至对马荣妈妈失保。 马荣脸上伤很明显,有马荣在微博曝光的更多细节。 趁马荣今早出门时被几个人袭击,6月22日,居王宝强,马荣离婚案件最先播报。 马荣上诉王宝强离婚纠纷不公开开庭审理,并当庭宣判,判决博会上诉,维持原判。 今年2月,两岸一审宣判,法院认定,二人解除婚姻关系,子女一人一个,儿子归王宝强,女儿归马荣。 按照法院判决,每周末,孩子均可回马荣这边待一天。 而据马荣所述,王宝强本周未征得他同意,带孩子外出。 昨晚12月1日,马荣去接孩子,12人发生了矛盾,马荣一度报警。 警察做了了解,处理后离开。 但凌晨,二人在起冲突,马荣在报警趁,王宝强扬言要杀我,马荣伤是警察二度来做调解。 在警察在场情况下,王宝强和四五个同伴,突然对马荣施暴,警察从餐厅一直拦阻到卧室,但拦不住。 据马荣所述,王宝强在头打他,几颗人压在他身上,重点踢打了起头部,后果,颈椎,摆扯起手部,撕扯嘴巴,甚至在过程中对马荣妈妈施暴。 而后,马荣被警方送往医院急诊,有媒体在医院现场观察,马荣脸部,手部又凝现愈痕,其母亲额头红肿,医院方在对其进行进一步检查。 马荣目前口述,脑后中起的大包图,手挖,大臂,整个头部疼得厉害。 马荣